上一集的最后,萨加使用南丁格尔的心脏进入了叠界 请你帮我帮我 什么那是? 等下,我被转了吗? 对,这地方是远远的 像一夜夢 他在这里, Nightingale 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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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他? 像是他们进入过犯罪犯 Nightingale's badge set to find the place to wait help me the liquor 单挑南宁格 使用灯照他 把他破绽照出来 用喷子喷弱点 等他站起来 一枪 尽量喷头 打完以后往后退 上下弹 这属于一阶段打完 这个东西是全凭攻击 我们关我们跑 直接回头跑 拳图贴着最右边跑 这样观众朋友们分得清楚 然后贴着最右边跑 发现一块大石头慢一点 大几率在这边刷 出来了 先用灯照 照出硬质以后喷头 之前输出比较大 所以说一喷子就把他喷到下一阶段了 他又躲起来了 给南丁格尔一定的伤害之后 他会闪现消失 然后继续沿着地图的最右边走 老规矩 照他 护脸 护得比较饱满 又给打消失了 如果你第一次玩 不知道用灯去照的情况下 他能把你给吓死 跟他打心理压力极强 比暴君可厉害多了 这玩意会闪现消失 会远程 还会瞬移到我们旁边来 到了这边 第三次出来 躲在术后 照一下 他用了一个招式 形成了一个范围攻击 先把他照出硬质 然后 胡脸 不要着急用胡脸 我是手柄 然后上弹 没有这个喷子 手枪的子弹 不够不说 威力也特别小 照 再来一下 带走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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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我嗎 我叫Saga Anderson, FBI 我聽到你 在河河河 對,我叫河河河 你哪裡 我可以逃亡 危險 在暗中的地方 危險 謝謝,明白 喂 嘿 你怎麼樣 不要,是我 是我的這邊 我起碼了 我的臉 哥 先生 放下 我需要你尤其時間 他...他就在它離開了 Dark Presence 我們一定要停下來 разб緣了 首先第一次 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就是 Alan Wake 我作者 Wake? 從哪來你到達? 你就變成十年了 13 Andrus, where did you go? All of a sudden the radio stopped working And then that flooding just disappeared The crazy forest Is this who I think it is? Casey, say hello to Alan Wake Mr. Wake, this is Special Agent Alex Casey He'll escort you to our car Casey, I'll meet you there Right after I take a look around If the flooding's receded There might be evidence we missed earlier Okay, see you there Alex Casey? How? Am I still... Is this the dark place? No, it can't be I got out Yeah, the P.I. from your books has the same name as me Great Moving on It's a bit of a height to the car, Wake Get your bearings Then we'll head out I just...I need another minute Caldron Lake I thought I'd never see this place again Take your time But you should know these woods aren't the safest Yeah It's getting dark You have a flashlight? It's not safe without a light I have a light And a gun You can relax, Wake And pages If you see pages of writing anywhere You must take them and keep them safe Our lives could depend on it They have vital information We know about the pages, Wake We'll keep an eye out for them Okay Okay, just give me a moment It's okay It's okay I wonder if there's any connection to the overlap To Nightingale 而此时的主线任务就是 一路可以一路跑 跑回那辆车 然后离开这片场景 就可以进入下一个关卡 但是有一个附加任务 因为这一片的水退去了 水退去以后呢 有一些新的区域 我们可以去探索了 而这里呢 有一种新的手机要素 上锁的盒子 上面有败树教的标志 这是第一个 按照九宫阁的话 就是961 这个闪烁的顺序 每一次都不一样的 随机的 获得了一条新的线索 他们只是长得像我们 但是他们就像是动物 我们的职责 就是把他们开膛破肚 邪教的藏匿物 我们来到蝶界的时候 在蝶界里面跑了大半天 实际上路程就一点点 我们现在要穿过那棵大树 我一般都是晚上后半夜 可能录像比较多 因为很多年这样下来了 但录这款游戏的时候 我硬是把我的录像时间 搬到了白天 晚上我真的不敢录 真的吓人 我跟丹丁戈尔第一次战斗的时候 我跟他吓尿了那种 你们看我打得轻松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真的是吓尿了 又获得了一个稿子 而现在呢 我暂时就不去看这个文稿了 否则这个视频特别的莫及 这个清醒呢 是完成刚刚有一个说 一个章节完毕以后 会放一首歌 我都剪掉了 否则我估计里面也会快进 我可能会把它单独剪出来 一集一集放出来 然后切换到按键板 一结案 杀了南丁戈尔 但是艾伦·卫克出现了 我们先切换到 拜书教的这个卷宗 说受害者与动物无异 我觉得他翻译有问题 因为刚才我读那个文章 是说受害者跟动物没什么区别 要把他们开堂坡多一类的话 这个对应的是邪教的心理 因为这个背板 没有百分之百的 把每一个线索放在哪 全部给背下来 有时候要试一下 上面写的是 剥夺受害者的人性 他们是捕食者 受害者只是猎物 然后再在按键里面 我们刚刚收集到了 邪教的藏匿物 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卷宗 这里面的东西 大多数都是一些补迹品 类似于一个收集图件 我们收集到了其中一个 巨斧湖的岸边 有一个 放在这 纸条上的内容是怂恿教徒 剥夺受害者的人性 好了 在这之前的所有的线索 该给他归位 都给他归位了 这里就是我们之前把心脏 放到告示牌 那个洞里面的这个地方 之前这边是有水的 但是现在水退掉了 左摇杆两下向下 可以快速转身 这边有一只狼 这只狼在普通难度下 喷子一喷子解决 但是在最高难度下 一喷子干不掉 等着它往我们这边冲 一喷子解决不掉 就很麻烦 本身就是手柄 可以闪避 但是被挠了一下 就没被扑到 但还是被挠了一下 伤血会少一点 IL到两点可以进行闪 这几枪都打到了 还没死 他的弱点在投 大多数敌人的弱点都在头部 是明显的伤害要高很多 这个路灯待的时间不能太长 时间长它会灭掉的 闪着闪着它就灭掉了 早知道给你再来一喷子就了事了 这边有个营地 又发现了一个文档 又是在预告 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 刚刚我应该少干了一件事 我应该可以拿灯照这只狼的 应该是可以 我看了这篇文档 我才想起来 应该是可以照狼的 狼也算是怪物 也变异了 我解说的时候反应过来了 这边有一个 可以打开 拿点补给 有几个箭头 用舌电筒照的时候会发亮 告诉我们这边有一把钥匙 但是这把钥匙在哪用呢 我没找到箱子 因为有的时候 你可能要过一段时间 有一片新的区域 你这个钥匙才能用 我又不能确定 我不能在这边埋头死找 不录视频对吧 就是说我找到什么 发现什么了 就看一看 就去拿一拿 给观众们看一下这个地图 我们猜这个地方 和Ellenway和碰面的 然后在这里 到结界 到女巫标志 这边是一个营地 大概是这个位置 观众们心里有个树 然后我们现在去这个地方 去这 那边是没有 看上去好像有条路 可以上来直接爬上来 对吧 是不行的 爬不上来 我试过 然后一路往前走 因为我打开地图 给观众们看 因为这个地方标的物 真的很少很少 观众们不看 你就是拿着当攻略 看你的头晕的那种 这也跟证据没什么关系 有人在这边钓鱼 好了 走了 我一般会走到岔路口的时候 给观众们看一下 大概的位置 这边有一个标的物 是一座桥 打开 菜单 在这儿 我们接下来呢 是到左上角的这个营地去 只要是地图上有图标的 就过去看看 过去以后呢 可能会有新的图标出现 比如说有什么东西可以拿 有个问号啊 是这样的 有一个谜语 我们暂时先不管 桌子上有一个玩偶 楼压玩偶 然后看一下地面上的这个阵型 中间有一首儿歌 一只鸟代表光明 两只代表黑暗 三只代表战斗 我们应该就要收集 类似这样的鸟的玩偶 然后此时切换到按键 多了一个新的收集要素 童谣 这种玩偶呢 会在不同的地方出现 然后 把线索放上去 发现了奇怪的童谣 上面还有孩子的涂鸦 这个东西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不知道是啥 放在最下面 这些是什么 暂时先不管它 然后发现了乌鸦玩偶在最上面 奇怪的娃娃 这是其中一个 看起来有点像是猫头鹰 刚刚翻译不是说是乌鸦吗 好了 这片的营地呢 就已经探索完成了 然后打开菜单 给观众们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去哪 接下来呢 去这个私人小屋 这个地方 前面有路灯 发光的地方 这里有个箱子 需要钥匙 但是我们手头的钥匙都打不开 没办法 这把钥匙我在玩的时候 暂时没找到 可能在私人小屋里面 但是我没有往右侧去探索 没找到那个私人小屋 它只是说有一个私人小屋 这边同样也是钥匙打不开 弹腾 然后在这儿 我们稍微回头回来一点 打开菜单 然后去猎屋人的小屋 顺着这条路上去 往上走 在小山坡上 这种恐怖氛围中探索 有时候给你来点 jumpscare 吓吓你 实际上是 实际上真的蛮吓人的 我不是很喜欢 但是这已经是视频的快两个小时了 你们应该蛮喜欢 就看到这儿了 你们应该蛮喜欢的 这边有摄像机 好像还不是数码的 又是一个童谣 勇敢坚强的英雄 离开了家 去惩恶扬善 树林里来了一只 也是收集要素 然后我们到房间里面看看 这个密码我也不知道 有99万个 我搞不开 一楼这边就没什么东西了 我们去二楼 这里发现了一个线索 这里有个卫生间 骗点弹幕 骗点弹幕 巨斧湖实验地点 猎人小屋二 河滨一 巨斧出租小木屋一 这啥意思 我也搞不清楚 这边有两个玩偶 然后把我们已经收集到的一些线索 给它放上去 因为太多了 如果我一次性放 有的观众可能对不上号 这东西哪来的 什么时候拿到的 不知道 所以说我一般是一片区域 搜刮的差不多了 就放在 往上面放一下 先把玩偶给放上去 然后巨斧湖的实验地点 把这边剪辑剪了一下 地点分别位于猎人小屋 河滨 什么的 关于童谣的 我下次背 尽量背得熟一点 就不要用这种剪辑的方式了 联邦控制局在研究小说 是如何影响现实的 艾伦卫克写的东西 影响现实 因为前作我玩过 但没有做过流程 所有没有做过流程的游戏 对我来说就是没玩过 包括直播的游戏 因为集中力不会那么高 好了 这边猎人小屋 就探索的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从这边走 从上面走 就不从原来上来的那条路走 我们原来是从这边上来的 我们不从这边下去 我们换条路走 这个就是预言了 艾伦卫克的东西了 谋杀现场 这边树上挂了一个 像风铃一样的东西 但是不知道干啥的 不知道就不知道吧 发现了餐盒 收集要素之一 这个比较好 有九个原稿碎片 我们现在应该有十一个了 总共加在一起 走了 这边没有路 但是可以直接下去 要找到标的物 之前呢 母亲通这边上去的 又回到这了 这是第二个打不开的一个箱子 在左上角 河滨这个地方有一个容器 我们打不开 然后往这边走 还没有去过 它实际上就类似于 生化危机二或者说生化八 就生化危机系列 那种 在城堡里面转来转去 转着转着你又转回来的 它把它做成了野外的 在树上面 有数字 这边呢 我背板的时候 出现的是人类 这次出狼 它随机耍 差点重录的节奏 找宽敞一点的地方 等它直线过来扑我们 两喷子解决战斗 不跟你废话了 刚才呢 发现了一些数字 那这边也有 大家可以看一下 7减2 得出的是5 所以我们有一个数字 5 这边呢 是6加2 得到一个数字 是8 5和8 这边呢 是3加3 6度 在石头上 在树上面的是5和6 在树木上面的是8 这边呢 会有一个提示 会告诉我们 石头 石头树 要不然就是5 6 8 要不然就是6 5 8 试一下就可以了 我肯定是知道的 6 5 8 好了 到这儿呢 基本上 这些被水曾经淹没 现在漏出来的这些地方 就已经全部探索完了 现在要回去了 有两个大雪包 可以完全恢复生命值 先快捷栏装上 别挂掠 原本我背板的时候 在这个小坡 会出现两个人类的敌人 并且弱点已经暴露出来的 并且会掉装备 就掉弹药 这次不刷 我也是服了 真的就是随机的吗 这个地方呢 就是在女屋小屋下边 之前我来过的 它这个东西 难道还会刷新吗 我就奇怪了 之前我来拿过东西 刷新 这个不错 绕了一大圈以后 回到了我们熟悉的地方 这边是通往 女屋的小屋的指示牌 大家可以看到 女屋的小屋就在这 那边有个安全屋 可以存档用的 然后我们就要一路 通过谋杀现场 然后联邦控制局站点 回到我们来的那辆车的那个地方 旁边应该是敌人 我不敢去看 我不敢去看 我不管了 我走了 我子弹也不多了 我们就录个像而已 不需要搏命 因为我不确定 它是不是掉东西 如果它掉东西 我肯定会过去把它给干掉 拿子弹换点子弹回来 对不对 爽一爽 这边有个标志 这个标志是新出现的 这个标志是新出现的 我帮控制局的这个站点 在报警 回来看看有点傻 也没傻 人也不在了 上面东西我们都已经拿过了 啥都没有 没有就没有吧 走点 接下来呢 我们就稍微加点速 两倍快进 跑回去 因为中途也没有对白 也没有战斗 也没有什么恐怖元素 那我们就快点 原本大概30多秒 加个速以后十几秒 那本集呢 就时间就差不多了 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吧 大家拜拜啦 狗就狗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y mom before you see anything I'm totally fine don't freak out dad shouldn't have even texted you Logan? no one texted me what's going on? I'm totally fine I slept that's all god it'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put your father on the phone um okay dad it's mom don't worry hon Logan slipped in the shower and bumped her head she has a slight concussion but I'm keeping an eye on her lucky I heard her fall she could have drowned Jesus david why didn't you call I tried it didn't go through she's fine really but what about you? you sound stressed no it's uh just weird case that's all well if you need a hint my years of board game victories tell me Colonel Mustard did it I'll I'll keep an eye out for him love you dave love you too honey wanna say bye to Logan? just tell her I love her bye for now